好,那我们头部讲完了,我们下面来讲颈部 那么颈部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那么它的知识点也非常的多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都需要掌握哪些知识点 一个呢就是体表标志,体表投影 再有呢,颈部有很多重要的大血管 也是我们经常穿刺的位置 神经,里面最重要的 颈从,必从,这是重中之重 需要特别掌握的 此外呢,还有弥走腹和舌下神经 还有颈胶管干和颈上中下神经节 那么再有呢,就是与气管插管相关的 喉部与颈部的解剖 再有就是气管插管的一个整体进路 其中,经鼻是经常要考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体表标志和体表投影 那么这里面比较重要的 甲状软骨平对第四颈椎 那么这个是要大家记住的啊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它同时呢,这个水平呢 还是颈总动脉分叉的地方 就在这儿,颈总动脉分成了颈内和颈外 另外一个,环状软骨它平对的是第六颈椎 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喉和气管 以及烟与食道的这个分界线 那么再有就是胸膜顶及肺肩 我们要知道胸膜顶在哪 这样的话呢,我们操作的时候 就会尽量的去避免它 然后就减少气胸啊 那么锁骨内三分之一上方 锁骨内三分之一上方 最高点距锁骨上方三公分 那么这是三分之一 这是三公分 也就是两个三啊 特别特别重要 经常考 这也是我们临床操作上面要非常注意的地方啊 那么颈部的血管 我们首先看颈动脉壳的概念 那么颈动脉壳里面有什么呢 有颈总动脉和它的分支 那么有颈内静脉和弥走神经 那么刚才说到说 在甲状软骨水平 在甲状软骨上边的水平 颈总动脉分成了颈内和颈外啊 那么还有就是弥走神经 它会在弥走神经的后方 这是颈部血管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颈内静脉 颈内静脉 它的左侧 是有胸脑管注入的 这个也是常考的 那么怎么记呢 左边非常的特殊 是吧 左边有心脏 那么左边还有一个重要结构 是胸脑管 它跟心脑在一边 那么右侧的那个呢 就小很多了 所以我们就只叫它右淋巴导管 也不叫它没有一个 像胸脑管这样一个特殊的名字了 那么右颈内和左颈内 它是有一点区别的 那么在两侧有区别的时候 这一般都是考试的重点 那么右颈内的特点呢 粗 比左颈内粗 然后呢 跟这个头臂静脉 和上腔静脉 几乎是一个直线 那你穿刺质管的时候 不就很容易吗 那么它是直 那么呢 离右心旁呢 也比较近 都在右边嘛 近 这是它本身的特点 那它周围还有什么特点呢 右边的胸膜顶 要比左边的要低一点 然后呢 没有胸脑管 所以呢 它就不太容易气胸 也不太容易伤到这个胸脑管 所以你看它有这么多优点 没有缺点 所以我们临床上就 最优先选择的是 右颈内静脉穿刺2 全都是优点 那么颈内静脉穿刺呢 也是大家经常会做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经常用的是中路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它的定位呢 是在胸锁乳突基的 胸骨头和锁骨头 以及这个锁骨上缘 这个三角 那么这是颈头脉三角 在这个三角的顶点 穿刺 然后这个穿刺的时候呢 是要向外一点的 向外一点的 指向同侧的乳头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我们再来看锁骨下颈脉 锁骨下颈脉 它的前面呢是锁骨和锁骨下颈脉 后上方呢是锁骨上动脉 它跟动脉变成近 然后呢还有一个胸膜顶在这 所以对于它来说 虽然它的变异是比较少的 定位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它的相关的并发症 也是会多一些的 那我们常用的是锁骨下颈脉 穿刺点呢是在中内的三分之一 锁骨的中内三分之一 那么穿刺的时候呢 是紧紧的贴在这个胸骨后面 对准胸骨 饼上接近近针的 这个临床上会 使用的稍微少一点 那么第三大块 我们来讲神经 颈部的神经 首先我们看颈从 颈从呢是 颈一到颈四的前支 那么所有的颈从 臂从 腰从 底从 全都是颈神经的前支 没有后支 那么对于颈从呢 它在颈部嘛 颈一到颈四 那么它分为颈支和深支 颈支的 有哪些呢 颈小 耳大 颈横和锁骨上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深支呢 主要是颈盼相关的 以及非常重要的隔身经 那么隔身经呢 它其实是 颈三到颈五的前支 它这里会有颈五的一些成分 那么它 深支呢 主要是肌肉的运动 前支呢 主要是皮肤的感觉 那么我看看这个图啊 那么它的浅支 枕小 往这边去的 耳大 到耳朵的 颈横 颈部中间的 横过来的 和锁骨上 几支 那么对它的深支呢 这个是颈盘 还有一个隔身经 这是它的深支 那我们在做颈盘组织的时候 啊 我们可以用三点法 也可以用一点法 那么一点法呢 比较容易 就达到 颈四横凸 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颈盘的组织 它可以累积 隔身经 或者是后反身经 所以呢 我们是不可以做 双侧的 颈同的同时的组织的 这样有可能会 呼吸困难 会有问题 那么B从 B从呢 是 颈五到颈八 和胸一的前支 我们刚才说 颈从是 颈一到颈四 那么在下面一点 就是B从啊 颈五到颈八 到胸一 那么它将到于有 五个根 五条几神经组成的 那么它的体表投影呢 是从胸锁乳突肌后缘的 下三分之一 下三分之一 然后到锁骨中外 三分之一的焦点 我们刚才说 锁骨下 静脉 我们当时定位的是 中内三分之一 那么静脉是走在 比较靠内的 那么呢 虽然B所跟它也挺近的 但它比较靠外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了 锁骨中外三分之一的焦点了 那么它呢 是经过斜角肌间隙 这是前斜角肌 这是中斜角肌 那么它从中间 穿出来的 那么它跟锁骨下血管呢 是半型的 那么B从锁骨上部呢 都有哪些呢 就颈部的这个B从 我们会有五个根 颈五 颈六 颈七 颈八 和胸一 五个根 那么它会 会成三个干 上干是从 颈五到颈六 它们会成了上干 那么中干呢 直接就是 颈七 直接发出中干 然后呢 颈八和胸一呢 又是一组 变成了下干 这是分成了三个干 那么 到了锁骨 后面 就会变成六个骨 六个骨呢 然后它们再会成 外侧树 后树和内侧树 这就更往下了 那么B从神经组织 也可以在颈部组织 也可以在夜路进行组织 那么在颈部的B从神经组织 我们呢 最常用的就是斜角肌 肌间勾这个 这个入路 那么我们是在 环状软骨的水平 环状软骨水平 那么是在前斜角肌 与中斜角肌的 这个肌间勾这块 然后向脚的方向进针 那么此外呢 还有锁骨上 锁骨上 一同的组织 锁骨下血管旁组织 多种入路啊 它用的会比这个 前斜角肌少一点 那么在夜区呢 我们可以有这个 汇图下的这个入路 以及这个夜路啊 那么我们会到上支的部分 再讲这些入路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弥走神经 副神经和舌下神经 这三支 是这个炉神经 最后的三支了啊 那么 他们 走形是比较近的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来讲 那么他们出炉的位置 弥走神经 出的是颈静脉孔 副神经也是从这个孔出来的 那么大家还记得 还有一支神经 我们刚才讲过的 也是从颈静脉孔出炉的啊 那么是 是谁啊 舌烟神经啊 所以从颈静脉孔 除了出颈静脉 啊 他还出了三支神经 舌烟 你走腹啊 都是从颈静脉孔出来的 那么舌下神经呢 他单给他立了一个 单有一个孔 舌下神经管啊 所以 这是他们出炉的位置 那么对于走形来说呢 他们仨都在颈动脉三角 颈动脉三角 颈动脉三角 都会走在这里 但是经过了颈动脉三角之后 三支就分道扬镳了 弥走神经会往下走 那么副神经呢 会往后走 舌下神经 因为他要到舌头那去 所以他会往前走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问 说 哪一支神经是 出颈静脉孔 走颈动脉三角 然后呢 到颈后三角去 大家就知道了 一般会以这样的形式来考 那么一些分支呢 重要的分支 你走神经 他会分出 喉上喉反和心支 他主要是管喉这一块的 还有心脏他也参与 这个我们到喉那部分 我们还会再继续 讲迷走神经的这些功能 那么副神经呢 它是支配中所乳图肌和斜方肌的 那么这是 它是一个运动的神经 舌下神经呢 它是舌部的运动 舌内肌舌外肌 大家还记得 舌头的味觉 舌头的味觉不归舌下神经管 舌头的味觉 前三分之二是面神经 后三分之一是舌炎神经 这个要区分开 好 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 颈动脉三角 它是胸索乳图肌 和肩甲舌骨肌的上腑 以及二腑肌的后腑 这个三角 那么它里面呢 有颈内静脉 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 有三个重要的血管 那么还有 我们刚才说的 迷走腹舌下三个神经 都是在这个三角里面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 颈胶杆杆 那么它的位置呢 在颈椎横突的前方 颈椎横突前方就是它们了 挺粗的 那么颈动脉翘和椎前筋膜 它是在后面的 它直接就在颈椎横突前方 其他都在它前面 那么它有颈上神经节 颈二颈三非常大 颈中神经节 是颈六比较小 那么颈下神经节呢 它有时候会跟胸衣 融在一起 那么它又叫 形状神经节 那么与胸膜顶 胸导管和幼淋巴导管 是离得比较近的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个形状神经节 它是组织很重要 那么我们打呢 就打在颈七的横突的 肌部 那么当出现 Hotter综合征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组织成功了 Hotter综合征就是 这个 紧胶感的一个 失能 那么就会 有Hotter综合征 会表现什么呢 我们知道胶感 是为了让 人应激的 那么 会眼睛大 是不是 会紧张 那么如果是 把它组织了 Hotter综合征 眼球就内线了 眼眼就下来了 然后脸也没有汗啊 这些 就这样的一些真相 那么由于它 心状神经节 我们说跟胸膜 跟胸脑管 这个铃脉脑管 是比较近的 然后 它的闭发症呢 容易有气胸 打得太深了 打到椎管里边去了 全脊麻 另外呢 它还容易有 这个猴脑神经的 一个损伤 好 第四部分 我们来看 与气管插管 有关的 猴部与颈部的解剖 那么首先 我们看猴 这是我们 马德大夫 最熟悉的地方啊 那么 它的界限 会验的上缘 到环状软骨的下缘 就这一个 短短的一个区域 那么 成人的时候呢 这个声门 是猴腔最窄的地方 但是小孩不是 小孩在环状软骨 成人是声门 小孩是环状软骨 所以有的时候 小孩插管的时候 我们声门过去了 再往里还是进不去 因为他最狭的地方 不在声门 在环状软骨 在下面 那么 猴的软骨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啊 甲状软骨 环状软骨 会腌软骨 这个是 只有一个的 然后另外呢 还有成对的 少软软骨 我们是说 环状关节脱位啊 少软软骨 在环状软骨的上面的 后面上面 然后呢 小脚软骨和 歇状软骨呢 是在少软软骨上的啊 它在一个 会腌壁上的 很小 这是从后往前看的 会腌 然后呢 甲状软骨 比较大 在这儿 这些都是 甲状软骨 然后这底下 这是说 环状软骨 然后这上面是 少软软骨 后面呢 这是环状关节 那么对于猴来说呢 它分为三个部分 那么以什么为界限呢 叫这个 上面这个 叫 猴前庭币 那么在底下呢 这叫生币 就是生带的位置 那么以他俩为界 猴前庭币上面的 叫猴前庭 那么 这两个之间的 叫猴中间腔 比较小 猴中间腔 然后下面呢 叫生门下腔 那么生门下腔呢 是比较容易水肿的地方 那么甲状线上动脉 和甲状线下动脉 它们发出的分支 来供应猴的这个血供 我们知道甲状线 是内分泌器官 所以它的血供特别丰富啊 又在气管这个前面 所以直接这个甲状线 动脉 相关的动脉 就来帮助猴的这个血供游完了 甲状线上动脉 分出了猴上动脉 和缓甲动脉 到猴 那么甲状线下动脉呢 它分出了猴下动脉 到猴 那么猴的神经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长考 那么迷走 神经我们说了 它分出了猴上神经 猴反神经 那还有一个心知啊 那么猴上神经 它又分了 内知和外知 那么内知呢 它是管感觉的 它管哪呢 猴上嘛 它管生门上 生门上的感觉 那么外知呢 它是管运动的 那主要管缓甲肌 那这是上面的啊 从上面管上面 猴反神经从下面来的 所以它管下面 那么猴反呢 右面呢 是它会 环绕这个 右随骨下动脉 那么左边呢 是环绕的是主动脉弓 所以它左边 下去的更多啊 走得更远 那么它管什么呢 它又管运动 又管 这个感觉 你看它 飞了那么半天近 走了那么多路 它得多管点啊 不然太不值了 它除缓甲肌以外的 猴肌的运动 上面那个 猴上神经 直管缓甲肌 和另外一个 咽甲缩肌 那么下面这个 猴反神经管的特别多 它缓甲肌以外的肌肉 它都管 那么以及 生门列以下的 猴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用生门为界 上面呢 猴上神经管 下面的 猴反神经管 那么上面呢 感觉和运动 是分开的 猴上神经内置 往里的 那么它里面的感觉 然后呢 猴上神经外真呢 它是外面的一些肌肉 缓甲肌 主要是缓甲肌 那么对于猴反神经呢 又有肌肉 但是它不管缓甲肌 其他的肌肉 那么也有 感觉是 生门列以下的 捏膜感觉 大家清楚了吗 这个是要记住的 一定要记住啊 非常重要 好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也是 从后往前看的啊 这是会验 所以你看 它先分到猴上神经 然后呢 它分了那只 到里面去了 外只 管肌肉 缓甲肌啊 然后这个 这是右边的猴反 这是左边的猴反 再去管 生门列以下的 猴的感觉 以及缓甲肌 以外的 猴部的肌肉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气管 那么气管呢 它起次 环转软骨的下源 环转软骨 是它第一个气管环 那么在 终点呢 它会在 胸骨脚柄面 也就是胸四 这个水平 分成两支 分成支气管 左右 组支气管 那么颈部 它的这些 毗鳞 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 如果要做七切的话 这个层次 大家是要有 有概念 虽然麻醉大夫 不做七切 这是耳皮猴大夫 他们做七切 但是我们要 对这个要知道 那么在第二到四 这管软骨呢 它是有甲状腺侠部的 有甲状腺在前面 那么呢 还有一些 舌骨下肌群 一些肌肉 那么上面相对来说呢 血管是比较 少的 下面的血管会多一些 比如说 像颈静脉弓 就是颈前静脉的 一些吻合脂 还有假装腺相关的 一些血管 所以我们在做 气切的时候 我们尽量靠事 让病人仰头 也是为了 让这个气管 上面的部分 要更长一些 那么这两张图 大家看 在这个 颈部下面 就是这个 颈前静脉的 这些吻合脂 颈前脉弓 然后像 甲状腺 最下动脉 甲状腺 肌静脉从 这些都在 比较靠下的位置 在这个 峡部以下 所以它是 这些地方 气切的话 是容易出血的 你尽量往上切 那么气切 我们常选的是 二三气管环 或者三四气管环 那么它的层次 大家需要掌握的 你先切到的 会是皮肤 然后浅筋膜 身筋膜 我们叫紧筋膜 那么 还有一个 胸骨上的 一个尖细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 颈静脉弓 舌骨下肌 还有这个 气管前筋膜 那么这个是 我们气切的层次 大家要记住 皮肤 减筋膜 身筋膜 然后有一个尖细 静脉 肌肉 然后有一个 前面的一个 气管前筋膜 然后就到气管了 那么环甲膜穿刺 虽然气切 麻对大夫不做 但环甲膜穿刺 麻对大夫是做的 那么它是在 甲状软骨和 环状软骨 上缘之间 这个位置 那么 为什么在这儿呢 它没有重要的 血管神经通过 它比气切要容易很多 好了 我们下面 最后看一下 气管插管 整体的进路 那么这里面 精鼻的这个是会常考的 那么精鼻气管插管呢 它是有两个重要的弯曲的 那我们在做操作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进去的方向 那么第一个弯曲是在 鼻腔与烟之间的 是往后的 是在这儿 鼻腔与烟之间 这儿要弯一次 鼻与烟之间 那么 第二个弯曲呢 是在烟与猴之间 要往前走 不然就近时到了 鼻与烟 烟与猴 这两个地方 是要有弯的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 经口的这个进路 大家会非常的熟悉 那么我们有三条轴线 口轴线 然后烟轴线 以及猴轴线 那么我们为了看到 声门呢 我们需要让这三个轴线 重合 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最常做 先垫一个枕头给病人 这样的话呢 烟轴线和猴轴线 就重叠了 会把这个 猴轴线 就也斜起来了 再看这两幅图 然后呢 我们再 推头 让病人抬头 这个时候 口轴线 也离它们很近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直视着看到了 好 以上就是头颈部的内容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